大家好,我是Batman 今天我们动手玩的是这些 刚刚上市的风火轮ID系列的合金小车 提到风火轮估计很多同学都很熟悉 我小时候玩的不就是这种小车玩具吗 没错,就是那个制作工艺 简单价格低廉的合金小车 但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些风火轮ID系列 比较特殊 特殊在哪呢 特殊就特殊在 这些小车目前是苹果店独家销售 提到苹果店 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非常贵的台式机 非常贵的笔记本 非常贵的配件等等等等 没想到给人感觉高大上的苹果店 有朝一日也会卖这些价格低廉的合金小车玩具了 没错,即使是在苹果店里边 这样一辆风火轮的合金小车 售价也不过是7块9毛5欧元 相当于60块人民币左右 虽然作为一辆风火轮小车来说 这个价格可能稍微有一些高 但是它可能真的是 你在苹果店里边能买到的价格最低的东西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在苹果店里边独家销售的风火轮ID系列的小车 有什么好玩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也喜欢收集风火轮的小车的话 你可能最常见到风火轮小车的包装形式 是这个样子 非常简单的一个挂卡包装 官方售价18块人民币 但是一般超市里边卖的都要比这个价格便宜 但是毕竟在苹果店里边卖 还是要讲一讲排面的 如果苹果店的货架上摆的一排一排 全都是这种挂卡的话 那让人感觉近的就不如苹果店了 而是沃尔玛或者加勒福这种大型超市了 我们这次风火轮ID系列小车的包装 从挂卡改成了纸盒 吸铁石 盒上的时候这个翻页可以稳稳的吸住 包装其实还是挺讲究的 毕竟是玩具 翻页内侧还是标着我们这辆车的一些设定数值 比如说我们这辆克尔维特 看起来速度非常快 但是跑圈能力和比赛能力都稍微弱一些 这是什么逻辑 速度太快所以经常容易冲出赛道 以至于输掉比赛 不是很懂 盒子主体的一大块都是镂空的 打开之后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小车的本体了 两边的透明风条全都剪开之后 就可以把我们里边的小车给抽出来了 这包装确实还是挺讲究的 把小车也拿出来 我们这辆小车乍看上去还是挺漂亮的 车漆非常亮 而且车身上的细节也很多 包括前后大灯也都有涂装 按我们风火轮小车玩家的行话讲 就叫前后都有节操是吧 而且包括车轮上都有银花 看起来确实挺好看的 材质上车身是金属的 然后底盘和车轮都是塑料的 毕竟要跑赛道 对于这些不能主动提供动力的恒心小车来说 塑料轮胎肯定要跑得比香蕉轮胎要快一些 看到这儿估计有的同学就该说了 我在超车里边花十几块钱 买到的也是这种 金属车身塑料底盘塑料轮胎的小车 五六十块钱 我都可以买一个更高阶的 金属底盘香蕉轮胎的风火轮小车了 为什么这ID系的小车这么贵 首先官方宣称 每辆ID系的小车身上 都使用这种特殊的 Spectra Flame喷漆效果 这种喷漆效果 一般只使用在数量非常稀少的 超宝版本的风火轮小车身上 这里趁机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实际上在我们常见的 普通版本的风火轮小车之中 还隐藏着一种数量非常稀少的 超宝版本的小车 超宝版本相对于普通版本来说 车机更亮 使用的就是这种所谓的 Spectra Flame喷漆效果 另外小车车轮也会换成橡胶材质的 超宝版本小车和普通版本小车 官方售价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因为数量非常稀少 在货架上不容易找到 所以每一款超宝版本的小车 在二级市场上 都可以卖到几百块 甚至几千块一辆的价格 估计很多同学听了之后都不敢相信 什么这么一辆简单的 合金小车玩具 居然可以卖到几百块 甚至几千块的价格 你可以类比一下 你买的那些限定的鞋 限定的胶之类的 没什么好惊讶的 这么一说 这些所有车身上都使用了 这种稀有的 Spectra Flame喷漆效果的 ID系列小车 是不是让你觉得物有所值了呢 好像并没有 刚才跟大家说 风火轮ID系列小车 真正特别的地方 在于它是苹果店独家销售的 其实跟大家开个玩笑 真正让ID系列小车 不同于风火轮 其他小车的地方 就在于每辆小车底部 都搭载了一颗NFC芯片 虽然说NFC不是什么 特别少见 特别尖端的技术 但是给小车身上加上芯片 确实也是拓展了 我们合金小车的玩法 这种形式也让我想到了 小车看过一部动画片 名字叫做四驱兄弟 里边四驱车身上 也装了一种叫做GP芯片的东西 比赛全靠吼 虽然说我们ID系列 小车身上的芯片 达不到这种效果 但是感觉也是挺有意思的 这颗小小的NFC芯片 也是这个ID系列的主要卖点 所以在包装背面 想要位置 也是把这颗芯片给露了出来 比如说这种设计 我还是挺喜欢的 根据包装的说明 如果我们想要扩展 这个小车玩法 需要下载一个叫做 风火轮ID的应用程序 OK 你下载好 这个风火轮ID的APP之后 打开应用程序 然后就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我们把这个ID小车 放到我们手机上面 诶 怎么没反应 难道应该从后边扫描 也不是 好吧 其实在风火轮ID的页面上 已经详细的标明了 这支持手机型号 是iPhone7代以上 然后上网查了一下 iPhone6和iPhone6s 实际上是支持NFC的 只是这两种机型 被苹果限制了 只能使用Apple Pay 并不能读取NFC Tags 我这个小6s就用不了了 所以今天也不能给大家 演示扫描的过程了 明天我们再用另外一种方法 把这个小车扫描进去 也许也该是时候 我升级一下我这个小6s了 但说实话 这个小6s用的还挺顺手的 现在我还不太想换 扫描成功之后 你就可以在游戏里边 使用这辆车了 游戏本身画面还非常绚丽的 而且操作也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左右两个方向键 控制车辆方向 然后游戏的过程 无非就是参加比赛 打败对手 赢得奖励 升级车辆 解锁新的地图 等等等等 前期上手还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可先而知 如果到了后期 你遇到非常强劲的对手的话 想要轻松过关 还是需要课金的 不过有同学可能还是觉得 包括我也是 难道加了一个GNFC芯片 仅仅就是扫描一下 然后在游戏里边 可以使用这辆车了吗 当然并不是 为了配合新的ID系的小车 风火轮也是发售了一套 号称智能的Smart Track 智能跑道 下期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 智能跑道 配合新的ID系列小车 又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今天我们是看了看 在苹果店发售的 风火轮ID系列小车 单从小车本身来说 这些小车的做工 就是要比普卡的小车 要好很多 但是究竟值不值 两到三倍的售价 还要看这个系列 能不能发展出来 真正吸引人的玩法了 或者以后 这个系列销售渠道脱开之后 我们可以见到 更便宜的ID系列小车 也不一定 但是不管怎么说 给小车加上芯片的 这种做法 还是挺新鲜 挺有创意的 究竟这个系列 能走多远呢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呢 你欢迎你一键三连 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